好 今天想說幾種關於政府的干預 第一種叫做價格上限 首先搞清楚價格上限不是將價格固定 而是一個上限的意思 就是一個最高的價格 高過這個價格才是觸犯法例 低過是沒問題的 我們然後用圖去分析 凡是用圖之前我們都會做一個基礎 然後再做比較 沒有任何事發生之前 我們都是一般向下的需求 向上的供應 沒有任何干預之前 價格應該是在均衡即交叉那點 原本的價格 原本的數量一切都是由零開始的 所有的分析都是發生了之後 再和原本的比較 這個考試都會問的 如果將上限定在均衡價格的上面 會發生什麼事 很多同學就會回答 上限即將價格定死在上面 那價格就是在這裏 這個是錯的其實 因為我剛才說過 上限只不過一個最高的價格 原本的價格定在P0 根本就沒有犯規沒有高過 所以這個我們有個名叫做無效的 所以一個有效的上限 應該要定在均衡價格的下面 這件事公開市都曾經問過 亦都很多同學答錯的 所以這個名叫做上限 但其實應該要定在均衡價格的下面 不准高過P1 才能夠將價格成功按低到P1 第一個分析就是價格會下跌 成功按低了 然後到數量的分析 我們要留意 在新的價格下 我們出現兩個數量 從需求的角度來說 那麼低的價格 它是成功吸引了需求量會增加的 多了人想要 因為便宜了 但從供應商的角度 收得那麼低的價格 它是不願意生產的 所以供應量是反而做少了 因為賺不到錢 有兩個數量底下 我們出現第三個概念 就叫實際交易的數量 簡稱交易量 實際的數量 其實我們是跟小的那個 因為實際供應量只有那麼少 這個是想賣 但結果買不到 所以新的數量 Quantity Transact交易 TQT其實是少了 相比原本的數量 所以最後的數量是會下跌的 下了這個價格上限之後 就是一個個小的價格 只有那麼少的供應量 但是好多人想買 這個情況有個名字 就叫短缺 圖的分析就是這樣 接著就做文字的分析 接著就到文字的分析 首先價格的下降 由原本的P0 跌到P1 接着数量方面,最先是黑色的Q0 现在减到蓝色的Qt,即是减少 你可以写减少下降下跌也是一样的 最后就是总收入的分析 我们就是比较之前和之后 原本的收入就是P0乘Q0 这个正方形的面积 新的收入在价格方面跌了 在数量方面也跌了 所以两个乘起P1乘Q0 其实整体是下降的 图上显示下跌的部份 就是虚线的部份 收入下降的部份 考试还会有些什么 就是说现在价格便宜了很多人想要 但数量只有那么少 出现了短缺但又不能加价法例上 那会导致什么情况出现呢? 短缺数量不够很多人想要 但又不能加价 于是那么少的数量如何分配出去呢? 我们说叫非价格竞争 那你就要举一些例子了 那么少的数量如何分配 那么多想要的人 排队 抽签 甚至法例上就不准高于P1 但实际上我们见到排长龙 会出现一种情况叫炒黄牛 即是说 名叫黑市 黑市意思是以高于P1的价格 卖出去 这东西其实是犯法的 所以就叫黑市 价格上限的分析 就到此为止 好 接着想讲下一个叫价格下限的分析 香港有没有这样的法例呢? 其实是有的 最低工资 即是说 价格不准低于某一个水平 好 接着进入图的分析了 好 永远做比较我们一切由零开始 先画了原本的需求一定向下 原本的供应一般都是向上 原本没有特别情况发生 价格就在 温能即是交叉 原本的价格 原本的数量 我们先打造底线 然后变化之后 我们会再跟原本做比较 好 有条线 我就不想说 怕扰乱大家 就是说 下限定在下面 其实是无效的 举个例子 现在的工资 市场的工资是50元 你定过下限在30元 即是不准低过 原本已经50元没问题 所谓说 低过均衡的下限 其实是无效的 因为 原本的市场已经定在 一个较高的位置 已经没犯法 所以有效的下限 我们应该调回 高点 定在均衡价格的上面 好 举个例子 如果 待些数字 如果原先的 工资市场决定 是50元 我现在定一个下限 不准低过70元 一定要高点 这个法例 才有效的 才可以成功 将工资提高了 好了 立了一个法例之后 当这个是70元 不准低过 这样立了法之后 成功 将我的价格 例如工资 提升到70元 所以 价格是上升了 好了 工资虽然 透过立法提高了 但我们发觉 在这个高的价格下 出现了两个数量 首先供应的数量 由于工资吸引了 上升了 会导致有些人会出来肯做 供应量会增加了 但是从需求的角度来说 今次的需求是说的 雇主 他要付那么高的工资 他不愿意请那么多人 他会请少了 需求量会减少了 好了 在最低工资加了工资下 很多人想出来做 但是老板不愿意请 那么 我们讲第三个概念 就叫交易量 这个交易的数量会跟 QS 还是QD 答案是跟小的 因为QS 是你想做的 但是实际我只是 抢了那么多人 所以 QD 才是实际的数量 所以数量是下跌了 由原本的Q0 跌到QD QT 即是实际交易的数量 好 画完图就到文字的分析了 其实只是将图的东西 用文字幅述回一次 首先 价格是上升的 由原本的Q0 透过立法之后 我们将它抬高了 数量你可以写减少 下跌或者下降 意思是一样的 由最先的Q0 去到现在新的QT 减少了 好 第三个教授问的就是总收入 就是说设立了最低工资之后 工人的 总收入会有什么改变呢 好 我们就对比下 原本的收入 是P0 乘Q0 好 新的收入 没错了 加了工资 透过立法 但不要忘记 老板请少了人 数量会下跌 好 那一加一减 两个乘埋 多了还是少了 好了 最正确的答案 就是说不确定 因为一个多了一个少了不知道 要视乎需求弹性 需求弹性就是说 数量变动百分比大一点 还是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大一点 好 价格下限的分析 我们就去到这里 好了 第三个政府干预的分析 叫做限额 或者配额 配额 其实是针对数量的 一个数量的上限 有时叫配额 就是针对 这个叫入口货 都是说一个数量的限制 好 接着进入图的分析 好了 又是纳永远 未有任何事发生之前 正常向下的需求 D0 向上的供应 S0 未有任何管制之前 原本的价格 P0 Q0 好 接着现在 有一个 限额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限额是会影响供应的 我们分开 两节的部分 现在 好 假设限额就是说 不准生产多个Q1 但未到我们 限额 Q1 之前 我们 其实是和以前没有分别的 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生产 继续增加 直到 去到上限之后 就会发生改变 但一到了政府限额 你就不可以再做得多了 不可以再增加 无论多少钱 所以 供应线 就会变成垂直 就会变成垂直 意思就是说 无论你付多少钱 由于数量受到限制 这个数量方面 亦都不可以再增加 所以正确的限额 其实供应线 会分开两节的部分 第一未到上限之前 没有改变 到了上限之后 供应就变成垂直 多少钱都不可以再增加 其实供应由S0 到S1 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理解为 供应是减少了 平时供应减少 我们是 平衡向上移 这次就比较特别 新的供应 我们会出现一个新的价格 图形上就是说供应减少 导致数量跌了 供应减少 导致价格上升了 图的分析就是这么多 然后到文字 其实文字的分析 都是将图写出来的 首先价格上升了 落了 政府限额之后 由P0到P1 数量减少了 因为数量限制 由Q0到政府定立的最高数量Q1 第3个就是总收入 其实我们看到 价格上升了 数量下跌了 一个升一个跌 最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不能确定 新的价格上升了 新的数量下跌了 一个升一个跌 所以正确的答案就是 不能确定 视乎需求弹性 即是谁改变的 百分比高一点 如果考试真是问到那么深入 会连连弹性考的话 那就会这样分析 什么叫高弹性 数量跌得多一点 数量下跌是损失来的 所以两个成为 收入就会跌 相反如果是 低弹性的话 即是价格升得很多 数量都不是好跌的 那么 价格上升是得益 数量下跌是损失 得益大过损失 所以 最后收入是会升 这个就是 连同考试 弹性这个问法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好 感谢观看